在30年前啊 这个挂历履囊是非常的风靡 然后有一个人呢 他也因为拍这个挂历履囊了 成为很有钱的人 在那个年代 但是他有钱都花在摄影器材上 没有买房 这是最遗憾的事 所以现在呢 过的日子很平淡 83岁了 住在这个养老院里面 但是过去的荣光 过去的荣耀 今天仍然值得拿出来 给大家说说 那我们也借此机会 欣赏一下 30年前的美女 长什么样子 30年前的美女啊 今天也四五十岁了 所以这个徐娘半老 但是当初的风采 当初的中国时尚 确实 你看这些服装呢 也是这位摄影家呢 他从国外 从香港 托人买来寄来的 这位中间的 这位背着手的先生 就是拍这些挂历的 拍挂历履囊的摄影家 真是荣耀时刻 已经过去 是吧 但是我们回顾 过30年前 你看1999年 夏之恋 这样的服装 到今天来讲 这样的美女 这样的装扮 仍然是不失妖容 是吧 当然这个 那个时代 他的这个光啊 用光啊 还有他的这个 拍摄技术 跟今天 没法比 是吧 所以呢 有他的这个 时代烙印在上面 这种 乞丐装啊 也是蛮有创意的 一种 设计方法 那确实 现在看来 真的 这摄影家 还是蛮有想法的 那这种 把水波 水花 溅起来的 拍摄方法 也 现在也好多人 去拍 是吧 我也经常 这样去 在游泳池 给人拍照 用这种手法 而这辆光阳的 这个 机车啊 现在一看 哇 除非现在是 这个电的 以前是 油的是吧 但是外观啊 什么的 都一模一样 嗯 所以这个时尚进 三十年了 还是没有变化 啊 那 这些美女 你看 啊 这个 跟今天到 泰国去拍摄 到东南亚拍摄 也不过如此 是吧 这些 印在挂历上 印在很多杂志 啊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 这些杂志没有 啊 家庭保健 三月风 啊 现代交际 啊 这些杂志 曾经风靡一时 是那种 地摊啊 地摊文学 地摊上卖的 这是老爷子 呃 的一个 展 贾玉萍 啊 贾老爷子的 这个展览 叫那些 挂地上的 姑娘 芳华年代 啊 这 你也看到 这位 呃 女士 啊 已经是 人到中年了 但是确实身材啊 各方面 你也看到 确实是模特的 这种 味道 是吧 这个有意思 这个叫 牵手观音 是吧 啊 这个封面 这个前面 这女孩是谁 你们认一下 啊 大明星啊 像这样的身材啊 今天看 仍然是 大家审美的 这个 主要方向 所以 啊 放在那个年代 拍这样的挂地 挂在家里面 确实 啊 也是一种 享受啊 啊 这个 美女 衬托啊 这是一种 时尚 那时候 你要是挂这种 挂地啊 总觉得 有点出格 但是那时候 互相送挂地 啊 架不住 有朋友 就给你送 送一本两本 这样的挂地来 那 这位老先生 也很有意思 他的很多照片呢 实际上是在 他自己家里面 拍的 所以呢 他家又很小 他说那 人家模特进我们家呢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上床 啊 这个上床 是真的上床 是 呃 因为他那个 拍摄的场地 太小了 所以只能在 这个床上面 啊 拍摄 啊 所以他通常呢 会约上 四五个 啊 模特一起拍 这样避免 别人风言风语 啊 瞎说 八说 是吧 啊 所以老爷子 很有这个 啊 很注意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节操 所以 呃 这些美女当中 很多成的明星 你比方说 像王姬 王姬 出名呢 上电视节目 也不忘把这个老爷子叫来 啊 一起来 说道说道 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我没见过这个 是 还是 我 does 但是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